相传埃及艳后有着惊人的美貌 还有性感的身材 但真实的它却是皮肤有黑 还有一头卷发 完全颠覆世人想象 透过了3D科技还原 也揭开了埃及艳后的真实面貌 身材凹凸有致 拥有迷倒众生的美貌 古埃及最有名的人物 埃及艳后克利奥·佩托拉七世 文献记载 其实她是希腊人的后裔 身上毫无埃及协同 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 后来用电脑合成出 她的3D图像 结果发现这位传说中的美女 身高可能不到152公分 皮肤有黑 头发卷须 和电影里的形象完全不同 根据考古当时的宫廷文件上 希腊语言和埃及语同时并存 相传在埃及艳后统治时期 大部分的往事成员都说希腊语 并拒绝学起当地的埃及文字 这也让埃及艳后的绅士之谜 更加扑朔迷离 无法解开的谜团 不止埃及艳后的迷样绅士 还包括一座座 助力在沙漠中的神秘金字塔 今年8月中旬 专家意外发现 古埃及的金字塔内竟然有升降电梯 据说就是透过现代的液压升降技术 来搬运重达几十吨的巨石 更诡异的是考古学家至今依旧找不到金字塔的设计图 建造方法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迷 2002年考古学家和工程师 把一台小型摄影机放进了金字塔内部 想找出千年谜团 还真的有了惊人发现 当他们在实际上这小小的门 他们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座植 他们找到了金字塔 他们找到了金字塔 或是金字塔 另一个背景的背景 这些金字塔 是在一旁一旁的路 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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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金字塔内部为何留有铜线 在另外一个地下室 还发现小密室 则是发现有水流痕迹 在架上有些证明 显示有油温的 在那里有水流生 在地上 在地上 在一个灵匙 在地上 因为它是一流氓氧迹 电动 所以一种流氓的温暴力 在架段下 温暴力 会会吐到屑屁 种种迹象显示 这些结构乍看之下 就像现代的发电装置 因此有人推测 金字塔或许是一座巨型发电厂 金字塔真的是一座发电厂吗 这种说法还真的有类似证据 考古学家透过仪器分析 原先金字塔的外观和现在不同 古埃及都是用白色光滑的石灰岩覆盖 内部则是有大量的花岗岩 花岗岩的组成含有石鹰和金属 导电性相当良好 只要使用高压就能产生更多电流 从一座巨型发电压也是用选择的 廿物创开出一座巨型 古埃及的壁画中曾经留下巨大灯泡浮雕 密室里面也没有留下火把燃烧过后的痕迹 莫非古埃及人真的靠灯泡照明 这是埃及丹德拉浮雕中灯泡的复制品 有趣的是在浮雕上我们看到 灯泡像是连接着某种看起来像电影人的地方 古代埃及人拥有某种电气照明设备 这种情况可能在全世界的古建筑中都出现过 神奇的是金字塔由好几顿重的岩石堆叠而成 依照当时的人口数和技术水准 根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盖出这样宏伟的建筑 难道真如考古学家推测 金字塔内部有类似液压设备 透过调节水量就能产生动力 神秘的金字塔至今依旧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尚待一一解开 考古学家挖出了40具巨型人骨 还有上万件超大型医库 难道巨人国真实存在吗 还有前美军人员爆料 这些巨人被击毙之后 藏放在一处神秘机构进行秘密研究 Lovelock, Nevada, 1911 In 1911, giant bones were found in Lovelock Cave Large human skulls and skeletons that measured between 7 and 8 feet in height which for ancient man would have been rather significant This caused a sensation and one of the strange things about the discoverers in Lovelock Cave is that the skeletons were often found with red hair and so it does seem like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 of people than the Native Americans from that area 洛布洛克这个内部呈现马蹄形的古老洞穴 里头竟然埋有40多具巨大的人体骨骸 最高有250公分 石壁上甚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手印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现场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品 尺寸大小同样相当惊人 Beneath the layer of bat guano measuring 3 to 6 feet were thousands of artifacts and remains that were clearly left there by a sizable settlement One sandal was even estimated to be 10,000 years old which was even older than the recognized most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What's also interesting is that over 100,000 artifacts were excavated from Lovelock Cave The strange thing is that many of the artifacts were huge Like you have giant size sandals Like a 15 inch long shoe Which is size 29 US Which would fit someone who's about 9 feet tall And even pieces of clothing which were so big Looked as though they were worn by giants 洛布洛克洞穴内被发现的一切 似乎都在暗示着 曾经有一个巨人族 在这里生存甚至繁衍过 流传已久的巨人之说 难道是真的吗 根据逐渐扩大范围的考古发掘 根据逐渐扩大范围的考古发掘 发现在内华达州沙漠 甚至到整个美国境内 都曾有巨人的秘密出没 In 1819, a group of soldiers were digging a pit In Lompoc Rancho, California To search for a powder magazine Working their way through layers of hard, compact gravel The soldiers found something out of place A 12-foot sarcophagus While this in itself was already strange on its own Something even more shocking was hidden inside it A skeleton of a giant human Measuring around 12 feet tall As well, or about 5 meters 连同埋葬的文物包括武器 半宝石矿物和贝壳 上头都还可有难以理解的奇怪符号 但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巨人头骨 厚度不仅是现代人类的两倍 它们的上下额竟然各有两排牙齿 In 1872, a report appeared in the book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Noble County, Ohio Someone had stumbled across enormous skeletons The remains of three skeletons were found Whose size would indicate They measured in life at least 8 feet in height The remarkable feature of these remains Was they had double teeth in front As well as in back of the mouth And in both upper and lower jaws 自称已经退役的美国特种部队队员出面爆料 2002年阿富汗战争期间 美军的一支精锐侦察队在阿富汗坎达哈沙漠地区巡逻 突然就失去了联系 全方力特派出特种部队搭乘直升机前进调查 巨人遭特遣队疾之后 根据爆料者的说法 军方利用巨无霸运输机用特制拖网将巨人遗体带走 所有执行任务的特遣队员也被迫签署保密协定 不允许对外透露有关于阿富汗坎达哈巨人的一切 似乎有某种未知的势力不允许巨人存在的真相 从此被揭露 关于阿富汗坎达哈巨人的一切消息 全都遭美国五角大楼极力否认 当然也包括那些大量出土的骨骸和文物 据传全都被一个名为史密森林学会的神秘机构 以考古研究的名义全面接收封存 不再对外公开 甚至秘密销毁